北市小男们附近高龄90岁的国爷爷卖馒头 他靠自己的力量又尊严的过生活 他住在板桥每天清晨4点就摸黑搭第一班车到台北 年迈的他推着摊车批货卖馒头很辛苦 但是国爷爷从来不喊苦 靠着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网友转贴的照片和故事要大家多多捧场 拿着热腾腾馒头分享吃法 纯粹高龄的国爷爷一头白发 走路还摇摇晃晃双手不停颤抖 每天还是推着60多公斤的推车上街卖馒头 我4点钟就要起床 4点钟就要起床做公车到台北 待着下午2点 那最晚的话到6点 每天就这样推着车走好几公里路 从板桥搭第一班车到台北批货 虽然辛苦但国爷爷当健身靠自己力量赚钱 有网友注意到拍下馒头婆身影 要大家多捧场 甚至有人特别来买下一整车馒头 在网络上在报纸上看到以后 美丽比较多 那时候年轻人们有美丽 现在年轻人有美丽 比以前多 感受到台湾人的温情 国爷爷很感恩 现在只希望身体能保持健康 继续自力更生 卖馒头 有尊严的活下去 中文新闻 宣传站 新北市报道